在李小龙基金会的支持下 名为Be Water, My Friend的李小龙展览 于8月6日在西雅图的陆荣昌亚洲博物馆开幕 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表示 西雅图这座城市充满了父亲的生活痕迹 每当回一起和父亲的相处时光 李小龙总是感到特别珍贵 展览馆也收藏了有关李小龙的2800本书 以及许多纪念品 涵盖领域包括武术理论、电影制作和哲学等 我做了一个生命的研究 但我一直在学习一些新的 我从1973年到处在印尼亚洲 我喜欢这些电影 所以当我弟弟问我去这展规 此次展览是李小龙基金会与陆荣昌亚洲博物馆的第三次合作 下次展览将在9月3日举行 民众可提前订票参观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导 9月2日丱 靠近欢ו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